汐止区的星巴士因为受到缺工缺司机的影响 直接冲击6条路线 原本汐止区12条路线 两家厂商各经营一半 但是今年却只有一家业者来标 针对有6条路线没有厂商承烂 工所也紧急找工车业者支援 但是因为普遍缺司机支援的车子还是有限 为了不停驶至少有车子在跑 所以不少离风时段都取消 路线也做了调整 没有招标出去的这6条线的话 我们目前有先请我们既有的厂商 四豪跟大南公车这边来协助行驶 所以这6条线原则上都会至少是有公车在去做营运 四豪跟大南这边总共资源的车数 大概是6到7辆 所以变成说我们有些班次 一定会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会把这些班次主要是安排在尖峰时刻 那离风的话减少的班次就会相对较多 有6条路线受到冲击 从原月1号起 时刻表及行驶路线都做了调整变动 因为平均一条路线只有一台车在跑 所以几乎捡了一半的时段 因为才刚上路 不少民众不知情 而这位民众因为经常往返 张树地区及中校东路没有公车 所以都要搭新巴士 这道有变动也特地到公车站排来看看新的时刻表 我就常常在做这个 现在是社区巴士 又换 换车 换大栏 所以在车帮 不知道 我看我怎么 飞天才有车人好做的 我住这里而已 我来车做 如果做这个公车 还不够了 我直接从书丸 这样一路 有社区巴士比较方便 对啊 今年有改时间 是喔 我还没有注意看 那这个时段应该有吧 我不知道 我因为我还没有仔细看过 新巴士这次的调整是因为有缺工的问题 那我们新巴士这边受影响的路线有 F909 F911 F913 F915 F919 F920 等六条线 那这边我们都有做一些调整 那请大家搭乘前要到我们的 汐止区公所的网站 先看一下相关的资讯 再去搭乘 那全线的部分 我们会再去进行优化 那在后续优化完成之后 我们会再去进行 重新的招标公告 其中由大南汽车支援的 F913 F915 因为是中型公车行驶 不受站位限制 新的一年 汐止区的新巴士时刻表做了调整 针对六条路线没标出去的 包括F909 F911 F913 F915 还有F919 F920 新的时刻表都放在汐止区公所的网站以及FB 各站牌也贴出了公告 而这都只是针对没有承揽出去的阴影措施 接下来会针对这六条路线进行优化 预计两个月后再重新招标 让新巴士能够正常的法宝运作 而这段时间也请民众如果要达新巴士 可以先上公所的网站查询 才不会登不到车 就成慧玲 汐止采访宝导